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究竟从何而来 又是谁安装了这些摄像头 记者深入调查发现 摄像头偷拍已形成一条生产 销售 安装 倒摄 交易的黑色产业链 这些视频多由针孔摄像头拍摄 偷拍产业常用的针孔摄像头 基本是由一块模组芯片 一根连接线和一颗直径不超过一厘米的镜头组成 既可独立使用 也可安装到各种物品内部 多种供电方式 可无线连接 支持语音等等各种功能齐全 甚至可增设人体感应功能 节约存储空间 作为常见的电子元件 这类模组摄像头基本没有购买门槛 除了商品详情页简单的文字提醒 多数商家不会询问买家的购买用途 甚至还有商家以高清超长待机等作为宣传噱头 记者分别通过不同购物平台顺利购买到了两套模组摄像头 一款通过USB连接电源可实现持续供电 另一款直接连接锂电池最长可使用8小时 两者都可通过相应软件与手机绑定 将拍摄到的画面实时传输到手机上 还支持二维码分享 凡是下载同款手机软件的用户 只要扫描二维码便可同屏观看 为了降低风险 很多偷拍团伙会将服务器设在境外 通过加密社群 高价招募摄像头安装工 统一邮寄设备 远程教训安装 安装工按指示选取入住率较高的主题酒店 民宿等 将这些针孔摄像头安装到路由器 空调出风口 电源插孔 烟雾报警器 水壶 沐浴液 花洒等各种可供隐藏的地方 甚至未装成螺丝钉 手法十分隐蔽 普通人几乎很难发现 每成功安装一台摄像头 偷拍社群的群主们就会同步上心 下线销售们也会在其他常用的社交平台上 发布隐秽引流信息 吸引新的潜在用户 那么 面对无孔不入的偷拍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防范呢 目前主流的三种偷拍摄像头检测手段 光学扫描 受检测角度局限 效果不佳 网络扫描软件 受限制和干扰太多 容易误报漏报 热成像检测 效果最好 但是价格相对较高 每台售价可达数百元 只上千元不等 2023年12月27号 广东省司法厅发布 广东省旅馆业治安管理规定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 其中就提出 旅馆应当定期组织检查 确保客房内未被安装偷窥 偷拍 窃听等设备 酒店民宿如果能够定期的组织 检查客房内的偷窥 偷拍 窃听等设备 对于酒店行业 及文旅从业者来说 也相当于多了一层保护 此外 要想从根本上杜绝 在酒店民宿偷拍 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的 违法犯罪行为等发生 最终还是要建立其相关的制度 比如在刑法中可以增设侵犯隐私罪 用于严厉打击这类行为 从而更好地发挥刑法的预防作用